半夜遇到小姐姐搭讪千万不要回头 因为对方极有可能是一只嘴巴裂到耳后跟的女鬼 然而我们的变态男主却丝毫不锁 他搂住女鬼就狠狠地吻了上去 亲王后还不忘从嘴里拉出两米半的丝 裂口女鬼害羞的面红耳赤 随即便留下一把剪刀当作定情信物后 边跑边扬言要对变态男主负责 江彻却没把他当一回事 只因他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原来这是一个诡异的世界 但凡是年满18岁的公民 就必须要参加一场死亡生存游戏 他叫江彻 就因为在刷作者视频的时候没有点赞 怎料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了这个诡异的世界 而今天正是他参加诡异游戏的人 这时班主任走上讲台安慰大家都不要紧张 每个人都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只要大家复活了之后 立马退出游戏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说罢他就按下了桌子上那鬼石的启动按钮 仅仅是一瞬间 所有人就被传送到了这个诡异的世界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30分钟内 抵达不远处的黄泉医院 然而江彻刚传送过来 他的身后就突然出现了一只裂口女鬼 只见他直接走上来就问江彻我美吗 这时江彻突发奇想直接是装起了傻逼 随后趁着裂口女发愣的时候 嗖的一声拔起腿就朝着医院跑去 可他这一刚进副本的人类 怎能跑得过一只女鬼 眼看着裂口女拔出剪刀就要动手时 系统突然弹出提示裂口女也渴望着温暖和关心 看到这一幕江彻立马就心生一计 只见他迅速走上前一把搂住裂口女 紧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江彻的这个骚操作顿时是让裂口女面红耳式 随后丢下一句我会对你负责的话后便离开了现场 临走前他还把自己的大剪刀丢给了江彻当定情信物 就这样江彻毫发无伤地来到了黄泉医院开启了第二个任务 那就是必须在这座医院里当七天的护工照顾病人 这是一个身着凉快的护士长走上前说道 你叫江彻对了 以后你就负责四楼的病人晚上六点回来着结算工资 听完这话的江彻还想着问一下其他同学的情况 可下一秒护士长却突然一脸的享受表示他们的味道很不错 文言江彻顿时是冷汗直流 不是说每个人有一次复活机会吗 怎么还被吃了 这时他是不敢多坐停留立马就来到了四楼 不一会就在护士台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手机 这次他的运气不错 四楼止住了四个房间的病人 于是他先来到401 看到门上全是携手应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江彻为了保险起见 立即就把裂口女的剪刀拿在了手上 然后就一脚把门踹开 下一秒一颗人头就从门上掉了下来 两年半的婴儿在床上哇哇大哭 男人却在他嘴里插了把长达两米半的大剪刀 只因这个婴儿不是人 而是地府的鬼怪 就在刚刚将撤手握裂口女送的病情幸运 紧接着猛的一脚就将401的房门给踹了开 怎料下一秒一颗人头就从门上掉了下来 江彻健壮连忙抄起剪刀就扎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病房里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 此时这里面有三个病人 第一位是坐在病床上的呆萌小萝莉 另一旁站着半边身子是骷髅的少年 还有一个没有脑袋的女孩 因为她的脑袋正插着剪刀躺在地上 这时江彻联忙道歉道 不好意思我是新来的护工 我这就帮你把剪刀拔出来 谁知他嘴上是说着拔剪刀 可实际上却是咔嚓一声将那女鬼的头剪成了两半 看到这一幕的另外两位病人是被吓得直呼要找妈妈 实在抱歉我没想到你的脑袋这么脆 这时江彻把大剪刀扛在肩上问道 你们还要什么服务吗 三只小鬼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哪里还敢说个要字 而这正是江彻想要达到的效果 要让这些小鬼们对自己心生畏惧 就在江彻说着要帮女孩把头拼回去的时候 女孩害怕的连忙摆了白手表示拒绝 随后便跪下身子默默的拼起了自己的脑袋 然而就在江彻以为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 隔壁402病房的三号床又呼叫了病房服务 没办法江彻只好耐着性子来到402 可才刚打开门一个没有五官浑身是血的护士 就扑到了他的怀里 江彻见状只好推开护士赶紧询问是怎么回事 此时一个倒挂在天花板上的男子解释道 他是想让你想办法让这个婴儿安静下来 江彻闻言只好无奈地将孩子抱在了怀里 小弟弟不哭不哭哥哥给你讲睡前故事 谁知婴儿却是一脸阴森的开口 如果故事不好听我就要把哥哥吃掉 听到这话江彻想都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可还未等他说上两句 那孩子就突然张开满是獠牙的大祖说故事不好听 而此时江彻也不惯着他 举起剪刀对着嘴巴就扎了下去 臭小鬼你妈难道没教过你在别人讲故事的时候是不能插嘴吗 故意会第一天的考试就算结束了 同学们都聚集到了一楼大厅 这时的考生已经少了一大半 大概是已经被鬼吃了 但活着下楼的人也不代表安全 因为没有照顾好病患的考生都会被护士长当场处击 而活下来的人则会得到一百鬼币的报酬 拿到工资便可以到每层楼的贩卖机里购买所需的物资 可在护士长临走前却警告他们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生任何事都不要睁眼否则后骨自负 这时江彻来到贩卖机前买了水跟面包 一天工资才一百鬼币 这一餐就花掉了三十也不知道之后的几天该怎么度 此刻他却突然注意到了贩卖机里还有着一个标价五百的手电筒 难道这东西会跟后面的任务有关吗 想不通的他回到宿舍便呼呼大睡了起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一只长发女鬼正在上方死死盯着他 等第二天醒来考生又少了一大半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昨晚睁了眼 就在江彻准备第二天工作的时候 笑话突然叫住了他 那个江同学你可以借我武士鬼币吗 这个世界的人高考考的不是树里话 而是被国家安排参加一场死亡生存游戏 只因这是个鬼秘的世界 只要是在这场游戏生存下来的人就会被985高校录取 然而在这鬼秘的世界 我们的男主需要在这充满鬼怪的地府生存七天 只有照顾好他们才能赚到一点鬼 然后用鬼币购买生存所需的物资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赚到鬼币 比如笑话 他正苦苦哀求着向江彻借武士鬼币买水 并且还把江彻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说愿意拿什么做交换都可以 江彻却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搔手弄兹的笑话 因为打工一天才有100鬼币的报酬 而且说不定这些鬼币还有其他的作用 就在这时护士长突然来到大厅给大家布置起了任务 而今天江彻要照顾的是402的病人 从断头女鬼纳得知这里的护工 基本都是被403和404房的鬼吃掉 一想到这江彻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在有系统提示他403的病人喜欢吃碎玻璃跟咖啡 随即江彻给他做了一杯特制的玻璃奶盖拿铁 而吸血鬼看都没看端起来就喝了下去 好在吸血鬼对这杯拉扫子的饮品极其满意 不仅在喝完后露出了一脸的享受 还随手掏出了数百张鬼币打赏给了江彻 而江彻拿着打赏的鬼币一刻 也不停歇地来到了贩售机面前消费 就在他吃巨资买下手电筒的一瞬间 系统就弹出了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特殊物品并且解锁挑战任务 血液的悲鸣 听到这个提示江彻是顿时一愣 可下一秒笑花就大喊救命冲了过来 江彻想都没想反手就是一大嘴巴子把他抽飞了出去 你就别装了 笑花的左胸口可是有一颗质的 下次记得敬业点 眼看自己被揭穿女鬼先是一脸不可置信 随后他便直接扯下了伪装的脸皮 嚷嚷着就要吃掉江彻 可结果还未等他把话说完 江彻就一剪刀戳了上去 紧接着就是女鬼持续了数十分钟的采将 因为这次击杀女鬼 江彻得到护士长加奖的同事 还给予了三百诡弊的报酬 看到这一幕的同学顿时是眼红了起来 压得这家伙平时连攻略都不看凭什么 而就在这时班长提议到 任务才到第二天只剩下这点同学了 如果我们再不合作 很可能最后一个都活不下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把获得的诡弊凑起来购买一些道具 这不明摆着盯上了自己从护士长那获得的奖密吗 随即江彻便摆了白手表示 班长没什么其他要说的我就先走了 带回到宿舍后 江彻就立马查看起了手电筒解锁的特殊任务 强光手电筒光能照亮黑暗使用实现三个小时 说明任务是在晚上 于是他倒在床上就眯了起来 就这样等再次睁开眼已经是半夜 可当他起身看到眼前的景象顿时是傻了眼 是一家建在地府的医院 住的病人不是断头 就是会吃人的婴儿 不仅每到晚上原本装修豪华的病房就会变得破败不堪 而且还会冒出模仿熟人声音的吃人恶 但是我们的男主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却丝毫不慌 随即他便打开手电筒黄不起了四周 可就在这时外面却传来了一阵阵的敲门声 江彻好奇地凑上前一看 没想到猫眼上一只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 紧接着门外伴随着敲门声的同事还传来了同学们的求救声 可这种拙劣的把戏怎么会骗得到江彻 恶鬼眼看自己的计划失败 于是顿时恼羞成怒的扬言就要弄死江彻 话音刚落门外就安静了下来 但门缝却渗进来一滩血水 可还未等江彻做出反应后被瞬间感受到了一阵发凉 随即他便猛的一个转身就拿着手电筒罩去 下一秒那恶鬼的身躯瞬间就被强光烧成了灰烬 随着火光散去江彻这才反应过来 幸好有手电筒不然今天就走不出这个门啊 可就在这时整栋大楼就响起了女人凄惨的哭声 虽然完成任务的进度越高得到的奖励就会越好 但贸然出去的话肯定会更加危险 况且手电的时间根本不够搜索整栋楼 想到这江彻又躺上床美美的睡了起来 时间一晃到了第二天 江彻便跑到吸血鬼姐姐这打听起了线索 可当吸血鬼听到江彻说昨晚有女人的哭声时 下一秒就猛的抓住江彻警告他千万不要去我 不然护士长可是会杀了他们 此时江彻是联想到了这件事肯定跟护士长有关 于是他转身出门打算先完成今天安排的工作 再去调查系统的任务 可就在江彻思考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时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随即他下意识地举起剪刀就戳了过去 原来是自己的好哥们阿福想要和他组队 还向江彻提供了一个线索 厕所里藏着一只鬼会给人地上红黄白三张纸 千万不能接否则会被吃掉 听到这话江彻却来了兴趣故意在厕所头 不一会就有三张不同颜色的纸从下面的门缝中伸了进来 少年你想要 可还未等他把话说完江彻一脚就将门踹了开 然后就立马召唤出了剪刀 紧接着就把小鬼按在地上一顿托 但江彻并没有杀他只是审问起了404房的病人的位置 小鬼为了保命连忙告诉他病人就在隔壁的女侧 不一会江彻就找到了正在蹲坑的404房病人 他从系统的提示那得知这只鬼不仅喜欢喝酒还好色 于是江彻便吃巨资买了瓶好酒 看看能不能在他身上套点线索 可酒鬼大快躲移享受完后 却同样警告他不要追查此事 闻言江彻随即就表示自己那还有几瓶好酒改日再给他送来 听到这话酒鬼立马就转变了态度说道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就去楼顶看看吧 男人从内裤里掏出一部手机 而里面竟有一部长达几分钟的小视频 播放的正式医院里病人倾葬护士的画面 但让人意外的是里面的女人竟是年轻时候的护士长 所以江彻为了弄清护士长身上发生的悲剧 随即他便开始四处打听 但病人纷纷警告他千万不要调查这件事 可他不听劝顺着从酒鬼那得到的线索来到了楼顶 没想到刚到这江彻就发现了角落里躺着的一部手机 就在他捡起的那一瞬间 系统就弹出了提示 恭喜获得罪证 任务完成50% 眼看自己已经得到了重要的线索 可江彻还没来得及高兴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部恐怖的气息 此刻他感受到这股气息远超FG 江彻不由自主的地用于光调的一眼 竟然是护士长 他以为调查的事情被发现了 连忙将手机揣进了裤裆 紧接着装出一脸的人畜无害转过身 殊不知下一秒江彻就召唤出了剪刀 准备殊死一搏 结果护士长只是到天台透透气意外撞见了他 这时的江彻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他就回到房间 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手机里有什么 却发现根本开不了机 于是江彻便想起了系统给的提示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都隐藏在黑暗之中 随即他便等到了晚上 果然正如他所料夜幕降临后能正常开机了 手机屏幕亮起 里面只有一个13秒的视频 江彻点开后瞬间冷汗直冒 只见一个长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正诡异地看着他 下一秒视频中的自己拿起一把刀就在脸上划了一下 现实当中江彻的脸颊真的出现了一道伤口 更恐怖的是视频里的他竟将刀对准了喉咙 看到这一幕江彻彻底慌了 但此刻他再次回想起了系统给的提示 于是江彻立马掏出手电 往手机上一照 下一秒屏幕里就开始冒出阵阵黑烟 伴随着手机里的人发出的哀嚎彻底消失不见 不过刚刚13秒的视频 现在却是变成了27秒 看到视频发生变化 于是江彻心有余悸地点开 主角是一个护士小姐姐 在查病房时被病人调戏 他边大喊救命边奋力挣扎 可当时是深夜只有他一人值班 结果可想而知他惨遭毒手 还被拍下了视频 画面结尾处护士露出了样貌 看到嘴角处的那颗痣 不正是现在的护士长吗 护士深夜一个人值班 却惨遭变态病人侵犯 并且还被拍下小视频 他不堪受辱只好选择自杀 死后心存怨气变成一只女骨 心有不甘地游荡在黄泉医院 为了查清凶手 江彻反复观看视频 就在拖拽到第17秒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房间号 1401应该就是案发现场 下一秒系统就弹出提示 获得挑战任务 梦念 任务完成进度60% 得到重要线索 江彻立马打着手电爬到14楼 就在他想要推开门的瞬间 走廊里就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 江彻只好躲在门后 透过缝隙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护士 并且手里还拿着把刀 看到这一幕的江彻 被吓得冷汗直冒 丝毫不敢出声 可就在这时 双腿突然传来奇怪的触感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只长着 上百只眼睛的小可爱 此刻江彻是管不了 那么多大声尖叫了起来 好在手电有驱鬼的效果 下一秒就被照得魂飞破散 而此时听到动静的女护士 已然是出现在她的身后 这时江彻下意识地 用手电朝着女鬼照去 可结果却是根本不管用 看到这情况的江彻拔腿就跑 他逃他追 他插翅南飞 这时追在身后的女鬼 抄起刀就丢了过去 下一秒差点就把她的脑袋 给削了下来 不一会江彻就一个不小心 就跑到了楼顶 紧接着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 撞开了门 就在她以为必死无疑时 突然发现刚刚还不依不饶的女鬼 却是呆愣在了原地 嘴里不停地发出嘶吼 看到这一幕的江彻 终于是缓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她的耳边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是谁啊 只见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 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面前 身上脏兮兮并且还光着脚 通过系统地提醒女孩的名字叫小小 江彻确认没有危险后 安慰起了小女孩 随即便牵着她来到贩卖机 前买了一大堆的零食 再把小女孩安抚好后 随后江彻便带着她来到了十四楼 果然她的猜想没有错 有了小小跟在身边那个女护士 就再也没有出现 很快江彻就找到了1401病房 可当她推开的瞬间 她立即捂住了小女孩的眼睛 因为房间里的景象实在是太肮脏了 女护士深夜值班却遭变态病人侵犯 死后心存怨气化作一只女鬼 回到医院处中 却没直接杀死男人 而是将她钉在十字架上 紧接着用一把刀在喉咙上戳一个洞 然后像片烤鸭一样 割掉男人身上每一寸肌肤 这一幕刚好被前来做任务的江彻撞见 于是她连忙捂住小女孩的眼睛 而就在这时男人透过缝隙 看见了门外的江彻 此刻的她就像是看到了救命到头 拼命大喊让江彻救救她 结果下一秒护士就一刀划过 只听咔嚓一声 一块鲜红的舌头阴声落地 房间顿时是安静了下来 此时病房外的江彻以为男人死了 可谁知眼前的景象顿时是让她冷汗直闹 只见整个房间开始扭曲 不一会画面竟然重置到了开头的那一幕 而男人又再一次体会到了那非人的折磨 就这样房间里发生的景象不断地循环往复 这时小小觉得有点不舒服想要回去 于是江彻把她送回了楼顶 而就在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获得挑战任务哭泣的女孩 任务完成70% 可就在江彻准备去完成任务的时候 却迎面撞见了想要去14楼的班长 而她手里却拿着价值500诡弊的手电 估计是拿同学们钱买的 不过江彻在跟她擦肩而过的时候 还是好心提醒14楼有危险 但班长却认为她想要独吞任务 非要上去看看 只要完成这组线挑战 不仅能被国内最好的高校录取 而且还能拿到100万的奖金 故意会变到了早上 可再次聚集到一楼的同学却是面色惨淡 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是他们临时接到通知 这次考试副本的难度从来提升到一 听说隔壁班也是上升到了一级 结果50个人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最后还是一个叫叶青瑶的女孩 大多数同学纷纷选择了放弃游戏退出副 这时班长却是一脸阴沉的走了过来 随后朝着人群问道 你们的复活次数都还在吗 听到这话的两人是默不作声低下了头 看到如此反应江彻是一脸吃惊 这时班长解释道 在我和你分开后就被14楼的护士捅死了 文言 江彻连忙让三人赶紧退出游戏 否则再死一次那就真的没了 而听到这话的笑话却是斗志昂扬的喊道 要么尚清大 要么尚清明 男人出生脑袋上就没长偏灵概 长大后却成为了一名短跑运动人 死后更是徘徊在电梯门外 吃那些故意关电梯门人的脑 就在刚刚所有人得到通知要给病人打针 这任务对于江彻简直是轻而易举 而班长却被难住了 所以他过来找江彻帮忙 但江彻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直接拒绝了他 班长却打算以1401病房的线索做交换 听到这话江彻瞬间便领 直接答应了此事 此时一个病房内 贪吃鬼正悠闲地吃着零食 下一秒房门就哐当一声被踹翻在地 只见酒鬼扛着800米大针 带着四楼的病人站在门口 这时的贪吃鬼是一脸的蒙圈 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酒鬼就扛着大针冲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班长也是冒出了冷汗 心想那可是一级的鬼秘 江彻竟然可以直接使唤他做事 而江彻也从班长那得知 护士长平时都在赴四层休息 并且只有电梯才可以去到 可当他走进电梯 却发现里面站着一只肤白貌美的红发女鬼 这时红发女鬼率先开口 先生明时要去太平间做什么 江彻则是回了去 我要去玩 听到这话女鬼暗骂道 去太平间玩这人是吃错药了 我虽然不是人 但你怕是真的 而这时女鬼又介绍起了黄泉医院 这家医院已经建立了数百 治好了一批病人的同时 也送走一批的病人 而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 也就被追放在了太平间里 但是待在太平间太寂寞 里面的尸体经常失踪跑出来玩 江彻听到这也是看出了女鬼是要准备下自己 紧接着女鬼再次解释 为了辨认尸体 护士长特地在那些病人手上挂个红色号码牌 说吧 女鬼突然就脸色一变的同时举起右手 原本在她手上的号码牌却凭空消失了 还在女鬼一脸猛逼的时候 江彻却拎了出来询问道 你是说这个吗 她的这一操作属实是让女鬼一脸干的 就在这时电梯好巧不巧地停在了负义层 而此刻红发女鬼是一往反常 拼了命不停地点击关门按摩 顾一辉就听见了电梯门外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江彻一脸淡定自若地探透看去 只见一只没有头盖骨的鬼秘正死死盯着他们 下一秒她突然发疯朝着江彻两人狂奔了滚 男人没了半截身子 躺子还洒落一地 但她却没感到疼 还一个劲往电梯里爬 只因这里是黄泉医院 而我们的人类男主刚好就在医院的电梯里看到这一 原来就在刚刚江彻跟一只女鬼去赴四楼的太平间时 电梯好巧不巧地停到了复印 原来是一只脑残鬼也想坐电梯 但红发女鬼却表现得很抗拒 着急忙慌地按压关门键 可就当她以为电梯门能关上时 一只手却突然出现挡住了电梯门 你这人真没素质 没看到人家也要坐电梯吗 听到这话女鬼是一脸猛逼 而脑残鬼也正好跑到了电梯口 这时江彻见气氛有些尴尬 率先开口问道 兄弟你能倒立洗头吗 还没等她回答电梯便停到了负二层 只见一只没了半个身子的鬼秘 艰难地爬进了电梯 而此刻江彻又开始犯起了剑 兄弟你是怎么上厕所的 不宜会电梯又到了副三层 江彻还是表现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浮起了老奶奶 就在老鬼幻想着等会要以什么姿势 吃掉江彻的时候 忽然看到满电梯的鬼秘 瞬间就把她的假牙比金飞了出去 于是江彻又热心肠地把牙捡起来还给了她 这时女鬼再也忍无可忍 嚷嚷着就要把江彻吃掉 可当他张开脖子的大嘴就要行动时 站在一旁的脑残鬼却一把抓住叫停了 老子听他巴巴了半天 怎么可能让你先吃 于是他们就互相问候起了对方的家人 殊不知江彻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已经偷偷溜走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江彻已然来到了护士长经常出现的太平间 并且还在工作台上发现了一本本记 而就在这时系统弹出了提示获得线索老旧照片 任务完成度90% 江彻拿起笔记本翻看了起 上面详细地记录着护士的工作日常 原来昨晚向他求救的1401病房的男人是护士的老师 和被他视为榜样的老师却侵犯羞辱他 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不但不帮他 还都用那种眼神看待 就这样一位刚出社会工作的阳光女孩 直至最后在他们的冷眼相看下彻底崩溃 最终陷入疯狂并杀光了他们 就在江彻刚看完的时候 系统就突然发出了警告 本次鬼秘挑战临时更改为恶梦模式 天黑后50年前的杀人魔将会再次出现 而江彻那完成进度99%的任务也被换成了最终的救赎 听到这江彻是心疼不已 我尼玛 老子好不容易把进度提到99%结果 你看瞄坏任务 可就在江彻吐槽的时候 故事长不知何时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男孩带刚认识的女友去停尸房约会 正准备着要发生点什么 可下一秒故事前女友却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前女友顿时是怒火中烧 抄起刀子就要活过了男子 随即江彻拔腿就跑 就在他坐电梯来到一楼时 笑花三人纷纷询问江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就在刚刚副本的难度上升到了噩梦级别 想到他们三人已经没有了复活的机会 如果再死一次那就是真的没了 于是江彻连忙让同学们退出副本活着回家 这时的班长是一脸的为难 虽然会失去生命 但如果完成这个任务 结算奖励就会更高 听到这话的胖子是固敢置信 于是嘱咐班长跟江彻住一点后 他立马就退出了游戏 而剩下的两人却是抱紧了江彻的大头 楚楚可怜的卖谋让江彻待待他们 无计可施的江彻便答应了下 与此同时的停尸房内 终于是等到了这个模式 多亏了那小子 原来之前江彻来到这番看起了护士长的笔迹 所以触发了隐藏的噩梦模式 从而获得了新的任务跟线索 而一直以来给他们发工作任务的护士长 正是50年前屠杀了整座医院的杀人模 随着钟声响起 此时的医院正式进入了噩梦模式 而病房里的三人紧张的瑟瑟发抖聚集在了一起 下一秒阵阵敲门声打破了这紧张的气氛 快开门 晚上每个人都应该待在自己的房间 不允许住在一起 听到这话的三人是冷汗直冒丝毫不敢做出回忆 片刻后护士长见三人没有开门的想法 顿时是怒火中烧 下一秒他的背后瞬间冒出树根尖刺 右手也变成了怪物的模样 紧接着墙壁 瞬间就被护士长的那只怪兽给轰看 随后他便一脸恐怖死死盯着僵撤三人 同学们游戏正式开始了 这时的班长眼看大事不妙连忙护在了孝花面前 你们直接冲出去 我给你们断后 可就在孝花转过头 让班长小心点的时候 下一秒他的双脚瞬间就被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的班长已然跑到了他的身边 结果让孝花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此刻的班长刚刚还说着断后线已经是跑在了他的前面 看到这一幕的孝花是无比的绝望 班长 你这个畜生 鱼孩的双腿被斩断 于是大声呼救 同学却丢下他拔腿就跑 只因后面追上来了一只女鬼 看到这一幕的姜撤及盲叫女孩立马退出游戏 这是一场考试只要放弃就能活命 可还未等他按下确定的案件 女鬼就抄起刀就扎了下去 这时的姜撤看到孝花已经被活活捅死 于是他就转过身子拔腿往楼上跑 等他气喘吁吁到达十四楼时 班长立马就解释起了见死不救的原因 初中使我爸得了癌症 我妈因为这是跟别的男人跑 所以这次挑战是我获得前救我爸的唯一办法 听到这话的姜撤却是打断了他 你不用跟我解释 更不用觉得说出来会让别人觉得你可怜 但你要知道在考试前 李笑笑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 到时候遇到什么困难能帮就帮 听到这些班长无言以对 心中越发的愧疚 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姜撤转身就往楼顶走去 紧接着他就推开顶楼的铁门 只见一个小女孩在这已经等候多时 见到姜撤出现在这 小女孩跑上来就紧紧抱住他一脸的喜悦 可还未等三人高兴 护士长已经追了上来 此刻的他身子是沾满了血 同时还散发着地极诡秘的气息 这时感受到这恐怖压迫的众人不由地颤抖了情 而姜撤知道跟护士长硬碰硬根本就没有胜算 现在要做的便是完成系统之前派发的任务 姜撤这时开口道 反正我们也跑不掉了 不如就先听我说个故事吧 闻言护士长顿时是一愣 看到他的反应姜撤开始描述了起来 曾经有一个女孩 她聪明善良 勤劳务实 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护士长来帮助更多的人 在她的努力下 她终于转正成为了一名正规护士 虽然感觉很累 但她却乐此不疲 所以收获了许多病人的称赞 可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 她最尊敬的老师正在猥亵一名女病人 当时她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是拼了命去阻止老师 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怎么打得过正直壮年的男子 就这样老师还将她一同玷污了 为了风口 老师故意将她提拔为了护士长 可当女孩想要揭露这一切 大家非但不信她 反而还传出了她卖身求容的谣言 而故事中的她受不了刺激 于是分裂成了两个人格 一个是我身旁这位怯懦的女孩孙晓晓 另一个则是你了 护士长 女孩勤勤恳恳在医院工作 不仅收获了病人的赞许 而且还成为了一名正规的护士 但最后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只因她撞见医生在猥亵病人 想要上前阻止 但由于太过弱小 最终是阻止不成 反而还惨遭医生毒手 男人为了风口 故意将她提拔为了护士长 可当女孩想要揭露这一切 大家非但不信她 甚至还传出了她卖身求容的谣言 护士长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禽兽老师能逍遥法外 而作为受害者的自己 却受尽了病人跟同事的指导 重重压力下 心向光明的护士长逐渐忍居 于是她一夜之间 杀光了医院的所有人 而五十年后的今天 她把江澈堵在了天台 想要将其杀死 可出乎意料的是 江澈赞同了她屠杀所有人的作法 紧接着江澈一脸严肃地表示 其实在你内心的深处还是善良的 这个孩子是最好的证明 我曾猜测小小可能是你的女儿 可这样一个善良无邪的孩子 又怎会让医院的果都未知恐惧 最好的解释便是 你将仅存的善良化作了她 为了她不被再次玷污 所以你让她永远都待在天台 听到这些的护士长 却是直接打断了她 就准备着要动手 这时江澈却是一脸淡然 我的确打不过你 但我知道小小和你是一体 如果小小她受到了伤害 可还未等她把话说完 身后的班长是直接拿刀捅下去 随后她是丧心病狂般的大孝导 我才是最后的赢家 这下挑战奖励是我的吗 可她只是高兴了一回 表情瞬间严肃了下来 只见班长的脖子上 开始显现出一道红色的陷阱 下一秒脑袋就滑落到了地上滚了起来 原来是护士长看不惯这卑鄙小子 二话不说的就让她脑袋扒了假 可就在护士长准备对江车下手时 小小捂着伤口挡在了她的面前 不要伤害大哥哥 有罪的是那些污蔑我们的人 他们死了就已经不够了 文言护士长表情瞬间变得 争鸣发狂般的大吼 不是所有黑暗都需要光 不是所有罪人都需要救赎 与此同时小小却是强忍地疼痛 朝着护士长边左边说道 这么多年你让我一直待在这 你以为这样我会开心 不会被污染 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了 直到大哥哥的出现我 才会有一点点期待下一天的到来 而且我也不想看着你继续痛苦下去 这次就请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说话间小小就像光影般 消失在了二人眼前 那一刻护士长放下了心中的怨语 变回了最初那阳光女孩的模样 紧接着她的灵魂也消散在了鬼秘世界 与此同时将车的耳边 响起系统的播报 完成挑战任务最终的救赎 奖励发放后传送回现实世界 这时她突然从怀中掏出一双小鞋子 小丫头 你还一直光着脚丫子吗 男人只是通关了场游戏 就获得了个身材哇塞的女友 但让人奇怪的是妹子脚上靠着铁链 而且更可怕的是脖子上还缺了的毛 原来在江澈嘴皮子的功夫下 护士长终于放下了五十年前的怨念 便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得到救赎的她也是化作光点 安详地离开了鬼秘世界 而通关的江澈也获得系统颁发的奖励 一直能够获得任务相关物品的精致骨灰盒 以及装着四种药物的医疗箱 可还没等她高兴一回 耳边就响起了副本系统出错的警告 此刻的江澈是手足无措 等等什么未知干扰 课本上可没说会出现这情况 就在这时系统就弹出了条提示 正在前往未知空间 下一秒江澈就被传送到了个陌生的环境 只见一座名为诸天监狱的高塔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江澈是一脸吃惊 而这正是无数次出现在她梦里的场景 但监狱像是有思想一样 每次都会将她拒之门外 但出乎意外的是 诸天监狱却在这一次打开了闸门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是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塔内 可就在她刚踏入诸天监狱内部之时 一团漆黑的面板不现在了面前 诸天监狱所属人江澈 紧接着一股像水流的金色光影 开始环绕在江澈周身 随后她的意识逐渐跟监狱产生连接 下一秒江澈就感知到了塔内的其他点 就连每个角落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江澈能够掌控监狱中的一切 这时一道道锁链碰撞的声响打断了她的思绪 随即江澈便跟随着声音来到了另一层 此刻的她像看见了什么 顿时是小脸一红 只见一双带着脚铐的千千玉卒出现在了眼前 江澈看到这就开始了无尽的幻想 可当她目光随着身子扫去 瞬间大失所望 原来是女人脖子上空无遗物 此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一号牢房 囚犯无头英煞小男 好感度零 提升好感度能让你更好地管制她 并有一定几率获得她的部分能力 于是江澈便开始了狂轰乱炸 小男你要喝雪碧吗 还是要吃汉堡跟棉花糖 或者要不要听故事 听到这些小男却是不为所谓 可当她听到江澈说了句 要不要带你出去放放风 小男顿时是又惊又喜 少年只是通关了场游戏 不仅会被笑话暗送秋波 而且还被各国高校争相恐后地抢博 只因她通关了噩梦级别的副 更是获得了梦境里经常出现诸天监狱的掌控权 而监狱里却关押着一只名为小男的无头鬼命 所以江澈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她 提出了要带着她到监狱外逛逛的想法 听到这话的小男对她的好感度瞬间加了五点 就在这时江澈得到了系统的提示 是谁偷走了我那美得不可一世的脑袋 我要出去找找 于是江澈就趁热打铁地表示 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就可以帮你一起找脑袋 让我听你的话 你是不想活了吗 听到这话的江澈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 紧接着小男再次说道 区区一个人类只需要我动动手 就能将你碎尸万等 说罢她的周身突然冒出树根蓝色的锁面 可出乎意料的是还未触碰到江澈 攻击瞬间就尽数破碎 看到这一幕的小男顿时是一脸的 此刻江澈却是得意地说道 我看你是没搞清楚现在的情况 你面前的小屁孩 现在可是这座监狱的掌控者 话音刚落她的手上就多出了一卷契约书 随即便一把江澈丢到了小男的面前 随后江澈阴沉地说道 在这里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种是签订契约成为我的鬼 第二便是直接拒绝 然后去死 文言小蛮就将契约翻看了起来 当他阅读到规则的第八点时 身体是被气得止不住地发动 这时的江澈却是一脸得意地嘚瑟了起来 而反观小蛮则是越想越气 就准备要把契约撕掉 可他意外看到了江澈写的第十二条契约规则 作为主人江澈必须帮助小蛮找回头颅 于是他便安分了下来 做完这一切的江澈是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 而此刻在教室里等待他回来的老师们 是一窝蜂地围了上来 下一秒秃头校长就紧握着他的手说道 江澈你完成了噩梦模式 现在你可是我们学校的希望之光啊 而这时站在门口的校花叶青瑶却开口道 江同学能和我出来聊聊吗 恭喜你啊 完成了挑战任务而且还是噩梦模式 听到这话的江澈为了不暴露小男和诸天监狱 敷衍地说道 那我也比不上你 你可是跟鬼秘签订契约的人 而此时的校花却是冷哼了一声 说什么呢 你不也一样签约了鬼秘 是一场死亡高考 只有考中清北的人才能活下来 其他人要么提前退出 要么直接死亡 而我们的男主江澈 不仅以S级的评分轻松地通关了鬼秘副部 而且还无条件契约了实力强大的鬼 但江澈却想着对别人隐瞒这件事情 只因他一旦暴露小男的存在 必定会被有图谋不轨之心的人惦记上 到那时可能还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可让他意外的是校花叶青瑶发现了这一遍 就在江澈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小男蹦了出来解释道 签订契约后 鬼灵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到的 而此刻的江澈是一脸无奈 想着怎么蒙混过去 但这时叶青瑶却询问道 你契约的鬼灵向你要了多少公平 听到这话的江澈是一脸猛逼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笑笑和李家豪是你杀的吧 都是契约者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你以为我们班那13人是怎么死的 闻言江澈眉头紧皱 原来他们是被你当作祭品给陷阱 可就在这时叶青瑶却跟没事人一样 拿出二维码就想要加江澈的联系方式 叶青瑶达成目的离开后 小男愤怒地表示叶青瑶不是个好东西 嚷嚷着就要去弄死他 但江澈却直接拦了下来 你在鬼灵世界中动手就算了 现实中如果你随意出手很容易引来麻痕 到时候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听到此话的小男这才冷静了些 但相比于江澈跟叶青瑶 已经在鬼灵世界中牺牲的同学们 无意对家长们来说是沉痛的打击 而李孝孝跟李家豪的父母同样是如此 最为可怜的便是李家豪的父亲 因为他彻底失去了儿子这个点的不住 和身患癌症活下去的权利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顿时是心生怜悯 毕竟这些可都是现实世界中或真价值的人意 虽然说这场游戏是国家强制参加的 但学校并没有限制挑战者随时退出副本的权利 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所以家长在这哭闹中将也是无济于事 很快便到第二天 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 而我们取得最好成绩的江澈 却是最为期待的那一个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 学校并没有对成绩好的同学进行通报嘉奖 而是刻意地去隐瞒每个学生的成绩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江澈的思绪 江同学 我能坐在你的旁边吗 是一个地府与现实相通的世界 而就在今天学校的毕业典礼上 校长的头顶上突然冒出了几百只白衣恶 台下看到这一幕的同学 惊恐地四处逃窜 但我们的男主江澈却丝毫不慌 只因他的反射弧太长 一时半会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幕却被男人误认为江澈是个高手 甚至还不停地向江澈抛媚眼 白发男人正是鬼局3033小队的队长周勇 而刚才发生的鬼秘入侵 便是从他体内鬼灵师展出的一种精神幻觉 听到解释同学们这才从惊恐中冷静下来 看到刚才他们那惊慌失措的表现 周勇是大失所望 于是便开始批评台下的同学们 紧接着便讲起了鬼秘入侵的案例 山城小区的3214名住居 一夜间全部消失 而他们的人皮却被做成衣服挂在自家阳台 魔都的游乐场小丑碎尸世界 造成144人死亡 其中86名是未成年 现实世界跟鬼秘世界是相通的 如果你们一昧地敷衍鬼秘挑战 那最后等待着你们的只有死 所以我此次过来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再进行一次鬼秘挑战 完成本次挑战主线任务的同学 可以直接保送青大跟金大 但不做强制要求 此话一出台下的同学们冷汗直冒 随后便纷纷起身迅速逃离现场 此时江澈却是一脸阴沉一动不动 原来是小蛮使用鬼秘 将他的四肢按在了座位上 小蛮这么做的目的 只为了让江澈能够去到鬼秘世界 寻找他那丢失已久的脑袋 没想到猖狂已久的江澈 现如今却被小蛮摆了一把 随着周勇按下能够进入鬼秘世界的鬼市 此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江澈 再次被传送进了鬼秘世界 这个女孩开学第一天 就把老师的脑袋砸在了桌子上 而我们的男主江澈 更是在课堂上跳脱衣物 台上的老师非但不择骂 还对他们笑脸相迎 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只为了能通过鬼秘挑战的第一场测试 原来江澈等人 再次进入了名为碎骨高校的鬼秘父母 而他们作为插班生想要进入教室 就得做自我介绍 老师点名让紫菜头率先开始 大家好我叫王德发 今年18岁喜欢唱跳RAM和篮球 说完王德发便回头询问老师是否能回到座位 老师同意点了点头 可当紫菜头前脚刚卖出 身后的老师一脸阴沉微微一笑 一巴掌就招呼在了他的脑袋上 瞬间王德发的脑袋就失去了踪影 看到这一幕江澈是一脸无语 随即他想要召唤出小蛮 去把老师给杀死 可小蛮却以强行控制他的身体 消耗了所有力量唯有给拒久 文言江澈气得咬牙切齿 但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系统弹出了提示 无聊的生活和重复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已经让我麻木了 真希望这次插班生里出现一个有趣的人 这不就是为了江澈量身定制的吗 同学们好我叫江澈 家庭条件一般 我爸开法拉利我妈开兵力 而我开玩笑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等会我说江澈 你们就跟着喊牛逼 紧接着江澈便开始了骚操作 随着他喊第一句江澈 就将他的外套给脱了下来 而讲台下的同学们只是小声回应 可江澈当脱掉第二件事 同学们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随着脱掉最后一件衣物 底下坐着的同学纷纷蹦了起来 高呼江澈牛逼 而江澈也渐入家境 就准备松开腰带脱掉裤子 身后的老师急忙来到身边 叫停了上头的江澈 虽然老师还想着继续看下去 但这样会破坏了校园的规矩 到时可能会被校长追着砍死 而下一位上台的则是校花叶青瑶 出乎意料 他竟一把抓住老师的脑袋 狠狠地砸在了讲台上 我叫叶青瑶今年刚年满六岁 在三岁时拳打南山进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江头拔出来的老师听到这些 满意地让他回到座位 随后便让王德发再介绍一次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紫菜头吞吞吐吐的说道 大家好我叫王德发 我喜欢吃食 对于学渣的江澈来说 再次回到高中上课 无疑是要了他的命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就来到了晚饭时间 再次参加鬼秘挑战的同学们 纷纷聚集在了一起 诉说这一天的不容易 这时有人提出一起合作 互相交换情报 而叶青瑶却泼了一把冷水 这才第一天有用的情报 根本不多 不过等会分配宿舍在一起的话 可以互相照应一下 而这时的江澈在意的点 却不是这个 随后一脸兴奋地问道 这个学校难道可以男女混住吗 是一所诡异的食堂 学生吃的不是眼珠子 就是人妖子 只因他们全是鬼怪 而我们的男主江澈 跟其他几位人类同学刚来到这 根本下不去嘴 只能饿着肚子回到宿舍 学校安排的是两人间 江澈发现社友的床上有一套女装 本以为是女装大老 但询问了宿舍才知道 学校安排的是男女混住 听到这江澈更是一脸兴奋 这时宿舍却警告他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搞出人命 说完这些后宿舍直接离开了寝室 这时江澈发现了桌子上的一张小纸条 是女社友的留言 新社友你好 要是吃不惯食堂的饭菜 抽屉里有很多零食 打开一看里面满满当当的食物 江澈赶紧提醒小兰 千万不要得罪这位宿舍 因为未来五天的伙食 可都指望着他的接近 随后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江澈 打开了上一个鬼秘世界获得的道具 精致的骨灰盒 里面有四样东西 蝴蝶结发家 麻豆杂志 黑色水笔以及特批通行证 拥有妹子宿舍的江澈 对这本杂志是一脸不屑 其中能让他自由出入校园的通行证 最为至关重要 所以为了能够获得隐藏挑战的线索 再到深夜江澈便偷偷摸摸开始行动 可刚踏出了寝室门口 就撞见了叶青瑶 他从宿管口中打听到 后面有一栋废弃的宿舍楼 可能跟隐藏挑战有关 随即便邀请江澈一同前往 这时小蛮却提醒江澈要小心 叶青瑶可不像外表那样点赞 听到这话江澈却直接答应 因为线索难得 他可不想放弃了这个机会 结果两人进入废弃宿舍楼后 搜索了三四层 除了发现里面遍地灰尘 破败不堪老鼠横行 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 此刻叶青瑶提出分头行动 江澈当即否决 恐怖片里分头行动必会被分头 而且他更害怕单独行动事 叶青瑶搞偷袭 稍作修整后两人继续向上搜查 终于在抵达六楼后 江澈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明明其他楼层破败不堪 可这里却出奇地干净 于是他们一间间地搜索了过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直到最后一间614 叶青瑶刚触摸到门把手 耳边突然就响起诡异的铃声 下一秒整条走廊瞬间亮起红光 原本敞开的宿舍门 一间接一间地关了上去 意识到不对的叶青瑶 丢下江澈把腿就跑了出去 刚反应过来的江澈 瞬间就被黑色触手挡住了出路 随后小蛮便召唤出锁面 直接挡在了江澈的身前 虽然他的鬼灵等级很好 但在诸天监狱外实体化的时间会大打折扣 再加上对方数量众多 根本抵挡不了多长时间 然而他刚准备放大招 手就被江澈抓住一把拉进了614房间 他急忙大喊狗 男人你不要命 我说了给你挡着让你先走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眼前的一幕给看待了 里面没有半点危险 而且还格外的温馨 甚至窗口还站着一位少女 穿过女装的都知道 不仅可以掩盖性别 甚至还能收敛人类的气息 更是让地府的鬼怪认为自己是同类 可意外的是这只鬼秘的鼻子过于灵敏 闻出了一丝丝人类的气温 就在这情况危急之时 小蛮从身后冒出缓缓地抱住了江澈 随着他慢慢地伸入江澈身体 碧铝金色光线围绕着脑袋 这时江澈的黑发也随之退去 下一秒他就变换成了金发红眼的少女 只见江澈召唤出数条锁链环绕在周身 闭脸阴沉地说道 你们天地银行就是如此接待VAP客户的吗 就在经理满事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被小蛮操控的江澈 当即就爆出了银行账户和密码 得到身份信息的鬼秘这才反应过来 随即他是连忙道歉 原来是您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蛮为了照顾到江澈的安全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照顾经理把存放在这里的东西给拿出来 片刻工夫经理带着员工拿来了的箱子 送完物品的经理对着小蛮鞠躬 随后到了个欠便直接离开 见房间内没人 小蛮便脱离江澈身体 立马就打开了木盒子 可看到里面的物品顿时是正在了原地 只见盒子内空无一物 世界中寻找自己的脑袋 可现在事与愿违 小蛮非常的难过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认为他会想不开 当即就一把握住了小蛮的手 小蛮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答应过必须帮你找回脑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 我一定会让那个违约的家伙把钱吐回来 此话一出 小蛮的好感度瞬间飙升到了七时 随后一把涌入江澈怀里 嘴里不停念叨着谢谢 可就在这时 一阵阵齿轮碰撞的声音在江澈耳边响起 只见一座巨大的金色石钟突然出现 伴随着咔咔的声响悬停在江澈头顶 这是一座特殊的金色轮盘 只要指针转到对应名称的位置 使用者便可获得指定的特殊能力 而获得抽奖的条件 正是小蛮达到七时的好感度 而我们的男主江澈正是轮盘的使用者 随着齿轮咔咔的开始转动 江澈双手和时心中默念 一定要给我跳绳宗师 求求你了 原来他的这波骚操作是在反向夺难 越是想要越是得不到 所以他便反其道而行 可意外的是指针缓缓地来到了跳绳宗师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顿时是惊慌失措 但好在指针只是虚晃一枪便停在了精神强化的位置 就在江澈感叹刺激的时候 系统弹出提示 获得能力精神强化 精神强化能够提高精神强度 并且能够降低外界的精神攻击 片刻后江澈拿着小蛮存在商行的鬼 直接打了辆回学校的出租车 可就在两人七嘴八舌地商量着去哪里找脑袋的时候 出租车便直接来了个急杀 这时的江澈是一连猛圈 询问师傅为什么停车 只见坐在驾驶为司机的脑袋180度转过来 因为我现在要吃饭了 说把司机张着满是尖牙的大嘴猛地哭向江澈 然而却被小蛮一拳揍了回去 原来这只地极的鬼秘 拥有能够看破别人伪装的能力 所以他才会朝着江澈发起了进攻 这时糟心了一天的小蛮终于是找到了出去的对象 于是他对着司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此刻的司机是被打得鼻青脸肿 连忙跪地求饶让小蛮放过自己 以后保证吃素 可还未等他把话说完 小蛮一把就捏爆了他的脑袋 可把司机给做掉了 现在谁来开车却是一个问题 无奈之下江澈只好选择不行 最后回到学校宿舍 他的双脚已经是软成了面条 随后便直接栽倒在床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发现床下有动静 江澈只好爬到床边 缓缓地把头伸过去 只见一个大兄妹子直直地躺在床底下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顿时是被吓得哭爹喊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大兄妹子冲了出来 用手捂住江澈的嘴 示意让江澈小点声千万别吵醒地知道 可当他话音刚落 指导员不知何时已然站在了寝室门口 突然他的脖子咔嚓一声 直接变成了90度 熄灯啊 你们为什么还不睡觉 男人的头折成90度却没感到疼 只因他是只地府吃人的鬼怪 而他要攻击的目标 正是我们的男主江澈 眼见指导员张着大嘴扑了过来 江澈连忙抄起剪刀阻挡 此刻小蛮想要把力量借给他 但被江澈直接拒绝 因为他想要增强自身实力 遇到其他等级更高的鬼秘时 还能有一战之力 随后江澈猛地一脚将指导员给踩开 对付起指导员这种一级的鬼怪 他现在也是游刃勇意 紧接着江澈紧握剪刀飞跃而起 竭尽全力挥卡而出 这时指导员迅速蹲下身子 随即他便在空中翻转360 轻松躲过攻击绕到江澈背后 紧接着来了个完美落地 此刻的江澈是被累得气喘吁吁 拿他是没有一点半 眼见江澈没有伤到自己分号 随即指导员微微一笑一脸的嘲讽 眼见情况不妙 小男严肃地说道 还是让我把力量借给你吧 这样会轻松很多 但江澈却是一脸轻松再次拒绝 因为他战斗到现在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 整个房间里正源源不断地给指导员提供鬼力 这时江澈黑黑一笑 在你的地盘有boss家常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说罢他便从空间取出了本书籍 直接贴在了飞奔而来的指导员脸上 这一密集美女吸引术 当即就将他给控制在了原地 指导员抱着杂志就是一顿铁 随后更是称赞 江澈是懂事并且还是一个有礼貌的同学 让他早睡早起注意身体健康 说罢指导员抱着杂志就离开了房间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醒了醒 骨灰和城部七五 给的全都是有用的道具 就在这时大兄妹子从床底钻了出来 称赞江澈还是第一个不睡觉 被指导员撞见还没能活下来的 此话一出 江澈疑惑地表示 你说只要不被看到就没事了吗 大兄妹子点了点头 这就是我刚才躲在床底的原因 得知这一消息的江澈 忍不住地吐槽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 就在大兄妹子贴心地喂江澈 寻找医疗包跟食物的时候 系统突然提示到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文言江澈顿时是大吃一惊 我特忙 他姐姐该不会是废弃宿舍楼的大波蒙妹了 随即他便凑到妹子面前想要询问 可妹子直接就拒绝了江澈 你是在偷偷调查614房间吗 我不可能回答你的问题 此话一出 江澈只好转变套路 梨花带雨的就是一顿嘴炮 直接是把妹子给说迷糊 见江澈态度诚恳 大兄妹子沉默了片刻 随后他便脱口而出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姐姐 那就去救宿舍楼的6楼女厕所看看 是一个诡异的洋娃娃 不仅能像人一样自由活动 而且还可以让所有鬼怪感到害怕 只因他的主人是一个含冤而死的女鬼 江澈为了调查真相再次来到废旧宿舍楼 可刚到达6楼的女厕所 就发现遍体鳞伤躲在厕所的紫菜头 看到这一幕的江澈想要上前安 可刚触碰到身体 他是被吓得连忙后退嘴里大喊别杀我 这时身旁的小蛮提醒江澈 你的同学已经被吓风 精神失常估计是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江澈文言立马就拿出医疗箱抽出镇定剂 猛地推倒紫菜头迅速地扒开裤子 随后扑斥一声狠狠地扎了下去 被注射镇定剂的紫菜头顿时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紫菜头迷迷糊糊地睁眼 当看到眼前站着的江澈 当即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拥了上去 于是他便解释起了受伤的原因 这个厕所最里面的那间有很危险的东西 还有我刚刚看到蘑菇头杀了白毛 紫菜头王德发越说越激动 继续交代江澈 小心其他同学注意安全 最后只留下一句 他们没一个好东西千万要小心 我在外面等你回来 说完便刷的一声传送离开 这时小蛮让江澈看到外面 下一秒所有的鬼怪同学 齐刷刷站在他的身后死死盯着他 可他们并没有攻击江澈的意思 忽然洋娃娃从死角里跑了出来 鬼怪同学看到他后表现得非常害怕 看来有这个洋娃娃在江澈是暂时安全 但江澈发现王偶一直盯着最里面的隔街 再根据王德发的说法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可当他握住门把手想要打开时 心里时不时会感到有一丝的不安 于是江澈当即就抄起裂口女的锦刀 紧接着一脚踹开隔间的门 然而眼前的一幕瞬间让他愣在了原地 只见两只已经成型的胚胎躺在厕所里